美国导演公会奖揭晓 我们要告诉您 谁是最大的赢家 能够参加奥巴马总统的就职典礼 不仅是黑人古乐队的荣誉 也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 经济萧条下的底特律 迎来了国际汽车展 美国的三大车厂 有什么起死回生的秘密武器吗 底特律现在是创新绿色科技的重要舞台 嗨 大家好 今天是2月6号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 我是郑玉文 今天由我来代班主持节目 相信大家对于北京奥运会 可以说是记忆犹新的 那么在奥运会上 那位游泳明星 迈克尔菲尔普斯 在奥运会上一共拿下了8年金牌 可以说赚进了上百万元的代言费 不过好景不长 菲尔普斯最近被英国狗仔队 拍到西石大麻 可以说脸上无光 菲尔普斯说他感到很抱歉 可是他的赞助商会原谅他吗 创纪录的奥运选手这个完美的形象 现在被伦敦小报给破坏了 迈克尔菲尔普斯在照片中正从一个烟管吸食某种东西 而这种烟管通常是用来吸食大麻的 我想这对迈克尔菲尔普斯会是一个灾难 小报指出 这张照片是去年11月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拍摄的 菲尔普斯当时在那里观看了一个橄榄球比赛 很明显这还是场派对 菲尔普斯为此发表声明表示 我做了令人遗憾的事 我现在23岁 虽然我在游泳时取得了成就 但我的举止仍然太年轻而不恰当 没有符合人们对我的期待 我很抱歉 我承诺不会再犯 但这并不是菲尔普斯第一次行为不检点 菲尔普斯在2004年19岁时曾因酒醉驾车被捕 他当时承认了罪行并且道歉 如今这个错误不仅更具破坏力 而且代价可能更为昂贵 他数百万美元的代言费很可能就此泡汤 赞助商绝对会重新检查契约 他们可能有些道德条款将这个视为毁约 可是照片应该不会冲击他的游泳生涯 世界反兴奋计机构只会惩罚在比赛期间 要检结果呈阳性反应的运动员 大家可能很久都没有听到 曾经红极一时的美国摇滚巨星 Michael Jackson的消息了 那么最近就有报道传出啊 他正在和美国的纽约百老会要合作 计划把他知名的音乐录影MTV Chan Lee要改编为舞台剧 不过这部MTV的导演约翰·兰迪斯 却控告Jackson和百老会的制作人 说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到底怎么回事呢 兰迪斯在25年前身兼这部不朽的音乐录影 站立的创作人之一以及导演 他对杰克逊和百老会制作人詹姆斯 内德兰德即将推出的舞台剧提出控诉 内德兰德上星期初宣布他取得 站立音乐录影以及专辑里畅销歌曲的版权 可是兰迪斯说 他向杰克逊支付了40万美元买下了版权 杰克逊没有权利将站立的版权转移给内德兰德 而内德兰德当然也更没有权利 据此创造另一个舞台剧 兰迪斯的律师说 不得已兰迪斯考虑向法官要求禁止 这场舞台剧的演出 兰迪斯同时还宣称 自己拥有站立相关产品盈利的一半 包括电子游戏和玩具等 他指控杰克逊独占了销售 站立音乐录影周边产品的全部收入 他要求法院计算这部音乐录影的所得分配 美国橄榄球超级杯的赛事 上个周末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了 大家都知道 这超级杯赛事里面 广告和橄榄球赛 几乎是一样重要的 不过呢 最近我们不禁要思考 这个经济前景是这么让人沮丧 好多美国人都在收紧荷包了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公司 要砸下创新高纪录的广告费呢 72500人涌进佛罗里达坦帕的 美式足球超级杯赛场观看比赛 他们虽然可以回去 跟家人炫耀着难得的经验 不过他们也错失了 电视机正前方的位置 这个座位可以说是超级杯的传统 他受欢迎的程度同球赛本身可不相上下 你知道大家多数对广告必知唯恐不及 但是在超级杯时 人们真的会看广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公司已经做好准备要砸下300万美元 却只为了在广告时段露面30秒 因为经济不好的关系 今年赛事比较低调 广告也是一样 你不会看到通用福特克莱斯勒 你看到的是那些敢于赌博的公司 他们希望用惊人的广告费来刺激销售 啤酒广告向来就是广告大户 可是今年在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广告里 找工作的广告却也能注意 比赛前在摊帕这个运动酒吧 聚集着一些忠心不二的球迷 广告的威力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这些人很了解他们去看球赛会错过什么 你在球赛场看不到广告 所以我把球赛录了下来 这样一来我才可以看广告 就像啤酒和热狗 广告也成了比赛的一部分 在纽约中国城呢 星期天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大游行 有好几千名当地的民众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可以说一起欢度牛年的到来 喜悦欢迎的气氛啊 不禁让人在经济不振的情况下 都可以感受到新的希望哦 尽管星期天已经是农历大年初期 可是在纽约中国城举行的这场大游行 仍充满了庆祝新年的热闹气氛 锣鼓声鞭炮声花车舞蹈 各游行团体争先恐后展示自己的风貌 向社区父老乡亲拜年 传统的舞龙舞师 小朋友的武术表演 以及色彩鲜艳的大型气球 在鼓乐队的尽情渲染下 向人们传达着新的一年的喜庆和吉祥 在三个多小时的活动中 游行队伍几乎走过了纽约中国城的每一条街道 所到之处的道路两旁以及商家门口 挤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和当地华人居民 之后的文化节表演活动 更让身在异乡的华人居民 也能体会过年气氛 浓浓的年味感染着每一个人 许多人都对未来这一年充满期待 希望中国人牛年的吉祥象征 能带领美国经济重返牛市 我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 因为我也是属牛的 因此我想今年会有好运气 美国的饶舌歌星DMX 他在1月30号因为盗窃 私藏毒品 还有虐待动物三个罪名 被亚利桑那州 马里科帕县的高等法庭 判处了90天的监禁 38岁的DMX原名 俄尔西蒙斯 去年他因没有按时出庭应诉 而遭到法庭通缉 并于12月9日在迈阿密被捕 马里科帕县高等法庭 上周五已盗窃 私藏或使用大麻 私藏或使用毒品 以及一项虐待动物轻罪 判处西蒙斯监狱服刑90天 不得提前释放 法庭还将对他监外观察 至少18个月 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 即将要举行了 不过在这之前呢 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奖项 那就是美国导演工会奖出炉了 导演工会呢 颁发的年度杰出导演成就奖 可以说是奥斯卡导演奖 最权威的风向球了 诶 那今年的风向又是如何呢 我们就让美国万花筒记者 国福在现场告诉您 第六十一届美国导演工会的 2008年结束导演成就奖 即将揭晓 许多人认为 《平民百万富翁》 和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这两部电影是最大的竞争者 这个大奖 究竟花落谁家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位入围者 自由大道的范桑特 黑暗骑士的诺兰 《平民百万富翁》的鲍伊尔 班杰明的奇幻旅程的芬奇 和请问总统先生的霍华德 在颁奖之前气定神弦 《平民百万富翁》 入围纪念奥斯卡奖13项 比第二名的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还多三项 问鼎导演协会奖 先生夺人 扮奖典礼 少不了好莱坞的 一线明星捧场 小恩盘为自由大道的 范桑特抬叫